叶少阳嘴角抽搐起来 不知道说什么 朕渊子接着说道 不知领师兄在何处 拼道却要亲自前去道谢呢 果然是寻仇来的 叶少阳叹了贪手说 那个啥 大县 你要是想给你徒弟报仇的话 直接冲我来就行了 这件事本来就是因我而起 我师兄不过为了为我出头而已 这番话虽然说得很客气 但也算是一种挑衅了 朕渊子看着他 脸上缓缓地露出了微笑 是那种真诚的微笑 敢作敢当 是好后生 传言的确不虚 只不过 你以为你挡得住我吗 叶少阳耸着总监说 你都找上门来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试一试就是了 说完 静静地望着朕渊子 神色自如 不卑不亢 他身后那些人 也都上下了一步 站在了叶少阳的身边 都是一样的表情 碧青突然说道 少阳 你先把手机给我 你们先打着 之后那半计 我还没看完呢 我看完了 再来帮你 叶少阳差点瘫道 那么壮烈的时刻 居然来了这句话 呵呵呵呵 朕渊子突然笑了起来 叶少阳感觉到 有点莫名其妙 又不好问他 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罢了 罢了 少阳子 你当我真是 行尸问罪来的吗 啊 不然呢 叶少阳有些 猝不及防了 朕渊子微微摇头 他了一口气爽 我常年闭关 我那弟子 带我行尸 一将交横跋扈 我已支支 前日 我出关之后 沾了一刻 是他在劫难逃 却也不想应在你身上 也是他命该如此 轮回一世 或许能帮他消除业障 倒行突破尘封 也未可知 我却不怪你 叶少阳争住了 从朕渊子的话里 他听出了一层意思 赌集 朕渊子差不多已经证到了 不生不灭 时间对他来说 没什么意义 明月伺候他千年 师徒感情肯定很深 不过对朕渊子来说 他也不在乎 等着徒弟几十年 在人间感受一番 人间烟火 或许明月真的能突破修行的瓶颈 道家本来就有 祸兮福之所一的手法 明月去趟人间 未必就是坏事 大仙这么说 我是理解的 可你为什么要找道风麻烦 谁说我要找他麻烦了 叶少阳一争 没等开口 朕渊子又问道 天皆将至 本来我空解诸方势力 当可与邪魔一战 而今失足入侵 却是自身难保 想要抵挡结束 还靠人间自身 你那师兄 与我算是旧友 这是台中之谜 忘却了不少事情 未能证到 我必须得祝他一臂之礼 这一番话说完 叶少阳一感人 都是目瞪口呆 叶少阳陡然激动起来 问道 你知道师兄的来历 他是什么来历 你不知道 叶少阳摇了摇头 朕渊子陈思理翻说 他历经轮回 虽然神魂未灭 却不再是过去的他 你只记住这一世 是你师兄编刻 他过去是谁 又有什么要紧 叶少阳说 我知道 我也没在乎 他以前是谁 我就是好奇 朕渊子微微一笑 哼 你若想知道 问他编刻 他若不说 必有缘由 你又何须再问 叶少阳无奈地 点了点头说 他在鬼域 风之谷 我知道 在阴水河北岸 一直往太阴山那边去 具体我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地方 大仙想去找他 可以去鬼域打听一下 叶少阳倒是留了个心眼 没有通知刀锋 让他赶来人间见面 毕竟这老头虽然说得好听 但万一找刀锋 还有别的事 索性让他自己去找 自己回去 倒可以先通知 刀锋一声 让他提前有个准备 朕渊子也没有再往身里问 点了点头说 如此 我便去了 少阳子 前路茫茫 甚至前行 多谢大仙教诲 叶少阳拱手行李 朕渊子手中浮沉一扫 破开了虚空 直接钻了进去 小事不见了 卧槽 朕渊大仙呢 好半天 老郭才回过神来 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谢雨晴也是无比的震惊 说道 连朕渊大仙都有 是不是 也有孙悟空啊 还有猪八戒呢 叶少阳白了他一眼 老郭目光 从叶少阳的肩上扫过 突然一睁 说道 小师弟 你这 叶少阳顺着他的目光 看到了站在自己肩膀上的那株仙草 这才回过神来问道 你 你到底是谁啊 仙草从他肩上飞下来 凌空旋转了一圈 一大波花瓣形状的灵光闪过 等灵光散去 仙草不见了 出现了 一个妹子 身穿白色纱裙 流着奇刘海 头顶两侧 是两个翘起来的小辫子 环形的 看上去很俏皮 人长得 有点像是动漫中的美少女 眼睛大大的 很水灵 瞳孔是棕色的 尖尖的下巴 有些腼腆的看着自己 娇羞中 透着可爱 叶少阳愣住了 没等开口 妹子微微躬身 甜甜的声音说道 丘阳见过主人 主人 不光是叶少阳 所有人都惊呆了 谢雨晴在叶少阳的脑边上拍了一把 有些醋意地说道 你什么时候 又收了个如花似玉的妹子 我 我冤枉啊 我不认识她 叶少阳两只眼睛瞪得很大 望着丘阳 乐乐说道 姑娘 你怕真正挫折了吧 我不认识你啊 丘阳闷嘴一笑说 主人 你不认识我了 叶少阳傻傻地摇头 丘阳闷了闷嘴说道 聂境台前 有一棵金柜 树下 有一棵生坛 我本是长在其中的一株 紫灵仙草 吸取水泽精气 修炼成型 那日 你前去聂境台前 看到了我 当着我真身叶子 趴在一条青虫上 再啃食叶片 你不知道 怎么鬼是神叉的 就把青虫拨开 你可记得此事 记忆在脑海中翻动 叶少阳猛然想起了这件事 对对对 原来你就是那棵草啊 我记得 我还被那棵青虫咬了一口 怎么说 你是来报恩的 唉 举手之劳 用不着这样 对 Hay 我osis 我 像没有 对不对 我